我們再來跟各位介紹一下那個附件管理 因為我們剛有看到它可以還附件對不對 那你不要忘記了 協作平台如果你用標準的話是只有100Mbps 你如果要東省西省的話總要知道到底哪裡用走了 所以你要知道那個附件管理在哪裡 你可以從我們這邊進來 我用這個比較快 直接進到我們的管理協作平台 你看到左手邊有沒有個叫附件 你就可以從這邊去知道說我的資料有哪些有沒有 那請問你到底協作平台你用了多少 那個空間在哪裡 顯示在哪邊 如果哪一個不要你就點到這個按刪除就好了 這個應該沒問題 我們先看一下 我怎麼知道協作平台空間到底用到多少 你到一單裡面就可以看到了 有看到了嗎 我缺缺不要用 反正我都用雲端力點那邊的 所以這邊其實我用的很傻 所以說真的其實這個應該都還OK 那你用在那邊也有個好處 用雲端力也有個好處就是我統一管理 我統一管理 所以比較不用擔心說這裡 萬一刪掉是不是就不見了 那這個是附件管理跟我們的這個 到底你的容量的部分佔用多少